同时,中国也设定了2020的减排目标 至少要减低40%到50%的价格幅度 另外,台湾也设定了可持续能源的政策 确保要更高效、更合理的使用清洁稳定的能源 这里我们没有提到香港 因为香港也是设定了一系列的政策 包括近期他们所谓的CarbonSmart 就是商界减碳建未来的Skin 它是香港的一个环保基金 拿出600万港币去鼓励在香港运行的一些名称商 还有一些餐饮行业 他们去做一些Carbon Audit 做碳盘茶 鼓励他们做一些减碳的计划和活动 那这个是在我们大中华区 那我们大中华区这边来讲的话 基本上和欧洲可能跟美国还有一点不一样 因为现在可能欧洲跟美国他们很多的一些regulation 包括像针对的一些有毒有害物质 像Rohas 像Rich 包括像NPCSAT 他们都是一些强制性的一些法规法规的一些标准 但是在中国现在来讲的话 基本上它的特点就是都是自愿型的 但是的话政府一直在不断去推动去鼓励大家去 符合去执行这些标准的法规法规 包括像可以看到说 我们有14064-1 那这个是针对我们机构层面的一个探盘查地上的一个标准 包括说有像那个也是鼓励的那些机构的话 去根据CTP就是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去批入它的一看的排放的一个数据以及一个报告 那同时的话也会有很多的NGO 包括像那个绿色和平 包括像那个WWF 他们都是在不断的去推出一些那种计划 包括像比方说像WWF 他在香港的话呢 是针对推出一个叫LOOK LOOKUP Operation Office 这样一个计划 他会鼓励说 所有那些office operation的那些公司的话呢 他们会去做一些探盘查 进而的话呢 做一些减碳减排的一些committment 那接下来可能会像我们用第三方 对于他的一些减排减碳的这样一些 可能一般进行一个verification 那verification完了以后的话呢 我们可能会给他发一个所谓的LOOK 这样一个certification 那包括像WWF 他也是在呢 中国大陆这边的话呢 你是推出一个所谓叫 是从芬兰进行一个 Green Office 的这样一个certification 他也是鼓励在中国大陆这边的一些 运行一些公司 他可能去 去对他的一些COVID inventory 水进行一个盘查 那今晚的话呢 也是做出一些减排的一个承诺 那包括像那个绿色盒柄 绿色盒柄的话 它是在 应该是在好几年 应该是 有个叫Green Electronics 的一个skin 它也是运行了好多年了 它每年的话 会针对那些电子的一个品牌 比方说像HT 像Phellox 这些比较类定的一些brand name 针对它整个品牌的一个绿色的表现 进行一个排名 它每年会有一个 所谓的一个index 进行排名 然后在去年的话 应该是比较靠前的 就是我刚刚讲的 那个像HT 或者像Phellox 但是目前在我们中国自有的一些品牌里面 还没有理解到说 可以排到前面去的 那包括像这个 因为刚刚提到的 各个品牌商 它都在 对它的一个品牌 它的产品 它的operations 来进行一些 减排的一些动作 那同时 它也是把这些减排的一些 或者Green的一些要求 把它传递到 它的整个的一个 supply chain 供应链的那个层次 那包括像的一些 刚刚提到的HT 包括像Phellox 它因为它如果要实现 它整个品牌 还是像一个Green 像一个Commitment的话 它必须也要要求 它的供应商 它supply chains 所有的供应商 也要去在这个方面 一些努力 那所以的话 像这些 比较leading的一些 brand name 它基本上都是在 为它的供应商提供了 非常多的一些 比方说 Energy efficiency training program 比方说下HT HT HT的话 就是在 早上第三方机构 给它的供应商提供 一些training consulting 来帮助他们实现 怎么样在它的工厂 生产过程当中去 可以实现 Energy efficiency 这样的一个目标 一个承诺 那这个的话 是我们的话 对于我们在欧洲 以及北美 一些相关的 绿色的法律反规 进行一个整理 大家可以看到 在欧洲那边的话 可能相对来讲 比较多 那主要的话呢 主要的话 是在两大方面 一个是Energy efficiency方面 另外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是 chemical substance方面 那比方说 欧洲 它比较早推出来的是 CE 那 CE下面的话 就会有很多不同的 所谓的指令 其中就包括 包括有像电池指令 比方说像 包装指令 还有像 其他的 ROHAS的机器 也是一个指令 那这个是关于化学方面的 那关于能耗方面来讲的话 欧洲比较 现在比较深行的是 之前叫EUP 那现在叫ERP 之前是叫Energy using 的product 那现在进而 已经是把它 扩大到的 所谓Energy related product 就是所有跟能源相关的 一些产品都扩大到 这个ERP的这个指令 这个管控范围之内 那这个是在欧洲 那对于北美来讲的话 刚刚提到的 北美里面主要是由 EPA这个机构在协调 在推动这个 相关的法律法规 以及一些要求 一个指令 以及发展 那同时像 能源部 DOE这边的话 也是在做 就像他之前做的 Energy system 其实是最早的 DOE来推出来 那后来的话呢 那当然也是把它 交给Energy 来做 那同时在美国的其他 下面的各个州 包括像Jalesenia 它上面有了 CEC 它也是在 推出一些 针对能耗方面的 一些法规法规 那同时 大家应该也提出过 像Cup Cup 是针对一些 像木材类的 一些产品的 一个 它的一个甲醛 这些含量的 Testing 以及Certification 那这个也是在 在加州 那进而 这里可以看到 说是在美国的话 不管是在 聯邦政府 以及各个州的 州政府 它都是在 潜能减排在 環保际方面的话 就是说大量的 法律法规 一起制定大量的标准 那同时在 加拿大的话呢 它是 NR10 这样的 一个法律法规 在 OEE 它是在 Round NR10 这样的Skin 那这些化学这块来讲的话呢 是 美国的CPSC 就相当于 我们这边的一个 消费者 讨费协会 那当然在中国相对 德邦政府的协会 相对来讲 它做的工作 不会是那么的一个 强势 不会那么的一个 利用 不是那么的大 那但是在美国的话 美国的CPSC 的话 是在 08年推出了CPSIA 那针对所有的消费品 包括像玩具啊 包括像婴儿用品啊 包括像一些家序 包括像一些家序的话 都 就化学这块来讲的话呢 推出了一些 一系列的要求 那同时在加州 有加州65 也是化学方面的 像美国的FDA 像刚刚提到的CAP 这个都是 美国界面里的 化学方面的方法 那这个是欧盟 所以刚刚提到 RT这个指令的话呢 它所使用的一个 产品类比的一个 演变式 那从一开始 05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 还是叫EOP 那从08年 从一开始 只使用一个 一大类的一个产品 到今年 到去年 2011年的这样的数据 是已经扩大到了 12个产品类 那今年 已经 还在 顶本当中的一个产品 也是有8大类 所以看得到 EOP的话 它管控的产品 方便是越来越多 那对于化学类的 像RT里面的话 应该 在场的话 有很多都是我们 苹果那边的工程式分 对这个也非常熟悉 那后来 一个RT里面的话 有所谓的叫HBHC的 高关注度物质 这样一个概念 那这个高关注度 高关注度 HBHC 这个比较RT里面 这种物质的话 这个类比 从一开始 只有16类 到现在 去年11年的6月份 它是有53类的这样的 HBHC的这样的物质 现在也是有20类的物质 也是在讨论当中 现在可以看到 化学方面的反律反徽的话 就类比来讲 或者说 COVER的这个产品类比来讲 是越来越广大 那对于我们刚刚提到的是 一些关于人号方面的法律反律 包括像 Energy Star 它所COVER的一些产品 也是一样的 跟化学方面一样的 也是在不断的往前推广 或往前推进 从一开始 其实可能 只有个位数 两类的一个产品 到最终 11年的话 就上海大 因为 其实如果 关注过的人 能源之星的 这样一个Steam的一些 客户可能 也都留意来 这里是 这两三年 它能源之星下面 针对各个产品 包括像 Lighting 因为现在 Lighting 也把LED把它放进去了 它针对这些产品的 specification 是做得越来越详细了 包括说现在的话 它是一些能源 你要过能源之星的话 不仅仅是能耗方面 你还必须可能要有 噪音 Noise 方面 你要有 一些有毒有害物质方面的一些 所类证明 包括像你要有 奥造方面的一些 所类证明 那对于化学的话呢 我们刚刚提到的 它的所涵盖的一个 有毒有害物质的种类的话 那是在于 每年不断的增加 不断的去推进 那对于这些 有毒有害物质 它的一个管控的 限制来讲 它每年也是在 不断的去收紧 拿CDSI来举例 那从一开始 08年的时候的话 它如果是Coding上面 对于总监含量 和限制的话 它是比较松 从一开始是600PM 那到 到 1991年以后的话 它也是减少到 90PM 那这个是 因为是Coding 它是直接你的人体 可以接触到的一个部分 所以它是 这个规定是做的 非常有个苛刻 非常的 因为之前的话 就这个限制的话 也是有非常多的 一些讨论 包括很多一些品牌 也是在CDSI那边 做一些大量的 一些有制的工作 因为他们觉得说 现在的话 你所 工艺的这样一个层次 很难去实现说 90个PPM 所以他们CDSI的话 就这个 具体生效的 这个 90个PPM 具体生效的 这个时间 也是在不断不断的往后推迟 那现在的话 是已经开始生效的 9个PPM 那这个是Coding 那对于Substrate 就是里面的秤里面部分来讲 它的限制的话 也是经历了一个 几度的这样一个演变 从一开始 也是600PPM 到现在的话 是100PPM 那因为它是秤里在里面 人体皮肤接病 是能够直接接触得到 所以它的一个 可能没有像 Coding它的要求 那么的一个科 那这个的话呢 是针对我们 化学像 CDSI 这一块的 它的限制 那这边的话 那这边的话 可以看到我们 欧洲那边的话 所有的跟 环保 跟Sustainability 相关的一些 法律反规指定的 有一点点 那05年的话 只有三个 从一开始的 包装指定 如ROHAS 以及WG2E 这几个最传统的指定 的话 那今天也可以看到的话 是有如此之多 包括上能源 包括上ERP 包括上 针对电视器的话 还专门对 所以欧洲的话呢 它主要是 针对这个 那些家电的话呢 是推出了大量的 这样一个 法律法规的支持 那这里的话 我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 其实在欧洲 所有的一些国家里面的话 当然大家都是 执行统一的 这些 这样的一个 EC开头的 这些 regulation 那其实法 法国的话呢 是在所有的 欧洲国家当中的话 率先 它 它实施的一个 所谓叫Brennell Brennell Law 这样的一个 regulation 那根据这个regulation的话呢 它是要求自 今年 就是2012年的 1月1号开始 所有在法国市场上 大批量销售的 这个产品的话呢 它必须得要做 首先 Line Cycle Assessment 你要做 你的 你的 产品生命周期的 一个停估 那根据你 这个产品生命周期 停估出来的结果 会推出一个 所谓的叫 一些 alcome 所谓那个叫 product category rules 那根据这个PCR的话 你必须得要做一个 所谓的EPD Environmental Product Declaration 那这个EPD的话 就有点类似于 它这个EPD 其实是一种 Label的形式来体现的 它有点类似于 我们市民的营养标签 那这个EPD的 一个Label的话 你这个产品 你可能从整个 从你开始原材料 到你的生产 到你的运输 到你的最终的消费 使用 到你最后 Disposed 你这个产品 整个生命周期当中 可能会对整个环境 造成哪些影响 你所有的这些东西的话 都必须得要在 这个EPD 这个Label上去 进行得到一个主线 所以这个是 法国今年的1月1号开始 一开始生效了 这也是为什么 现在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 如果去留一厢SIMA 紫商Endless 他们都是在它的一些 可持续发展报告当中 都是提到 他们已经是 在R&D那个阶段 就已经是开始 是把Life Cycle Assessment integrate 到他们的 研发阶段的 一些工作当中去了 那这个如果是说 我们企业当中 有一些是 有些 这些产品要出口去欧洲去 特别是去法国的话 这方面可能要更加容易了 那我所知道的话 美国也是一样的 我虽然现在还没有 说正式的去颁布 这样像类似于法国 这个Drenell Launch 这样的regulation 但是因为 美国有大量的一些 NGO 有大量的一些 研究机构 比方说 他们有专门的 Life Cycle Assessment Association 它现在的话 就是在Lobby 那个FTC 在Lobby C 一些类似于 像CBS这样的机构 去采取 类似的这样的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要求我们的使用 产品要使用 要进行Life Cycle Assessment 要使用EPD 这样一个Label 那后面的话 我还会提到说 其他针对产品的 层边的话 一些Eco Label 那这个的话 就是 到目前为止 在全世界各个地方 当然 主要是在欧洲 尤其是北欧 他们的一些 Eco Label 这样一个情况 大家应该知道 我看的比较多的是 我看的比较多的是 EU Flower 像Blue Angel 像Squam Squam Squam 是瑞典的 北欧的一个 TCO 这些主要都是在 从北欧开始 推行的 这样一个Eco Label 那我们 今天的话 照顾我的同事 也会介绍我们 进入一来音 在一二年的一月中旬 在全球开始 推出来 Green Product Mark 这个绿色的表现 那刚刚提到的话 各个国家 各个地区 他们这个Label 他们各自 对于环保 对于有害物质 对于能耗方面 有自己的一些要求 但是我们 来音 应该是所有 这些Label当中 他的要求最全面的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Green Product Label 我们正对的一个 一个产品的类别是 可能各个品牌里 比较高端的一些品牌 比方说像 Lendon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是他应该有 十几个Model 他的一个 电子显示器 就是开始在做 我们Green Mark 因为当然 不可能是 所有的这个产品 有可能 他的供应水 可以Pass 我们Green Mark 这样的要求 所以的话 只要是 未来 能够贴上 我们 来音界边 Green Product 这个Label 一定是 比较好的 品质来讲 或者是 可出去发展的 表现来讲 比较优秀的 一些产品 应该 那这个的话 是北美比较 比较知名的一些 Label 比较说 Energy Stock 比如说 EP 那EP的话 是美国一家叫 Green Electronic Council 这样一个 其构它推出来的 一个认证 那这个EP的认证的话 目前 我们来音界边的话 也是在积极的寻求 跟它做一些 因為我們在歐洲來說 基本上不管是消費者也好 不管是政府的採購部門來說 他們都會非常認可我們Label 那這個EP應該是在白瑞的認可度非常高 未來的話可能我們就可以做到 如果做了我們Remark的話 就可以實現說這個EP可以直接轉成這樣的一個過程 同時在北美也是一樣有所謂的EcoLogo 一個Label 那其實現在因為在全世界各個州 各個國家 各個地區都有這些EcoLabel 所以應該是在1990年的時候 應該是在九幾年才開始 就發起了所謂的 Global Ecolabeling Network 那這個的話就有點類似於我們現在可能按規方面做的就是CP 因為大家知道CP的話 是安規的這個各個證書 各個機構之間互認的這樣一個系列 那我剛剛提到這個EcoLabeling Network 這個的話呢 未來也是這樣一個 國際機構之間互相認可 互相 harmonize 這樣一個方式 那這個的話呢 是我們剛剛講 Greenmark 裡面的要求 其中的一個方面就是 產品探索器這一塊 那產品探索器的話呢 剛剛是在 應該是在上一個月 在德國剛剛有一個全球範圍室內的一個 產品探索器的一個峰會 那大家都也就是在那邊的話 就我們那些使用什麼樣的一個標準 那怎麼樣來做這個東西的話 進行給大家的一些探考 那目前為止的話呢 已經是在使用當中的國際標準的話呢 可能是 ISO 壓縮的肉系 那這個的話 我印象當中是已經還沒有最終 finalize 也是屬於在JUFT的這樣一個階段 那現在用的比較多的還是英國的這樣一個標準 就PAS2050 包括像英國現在比較活躍的一個叫 Carbon Trust 這樣一個機構 它就直接用PAS2050來進行產品探索器的計算 那對於產品探索器界的要求當然 顯然也是沒有想要進行一個要求 那也都是因為說一方面可能很多產品你要做一些 Green Label 它可能會要求你要 Calculate 因為對於我們藍營來講 打算比方 我們藍營的這個 Green Label 的話 我們是因為 如果是客戶沒有做財品探索器的計算 我們要求它提供計算的一個數據 那如果它已經做過了這個計算的數據 那我們可能藍營會做一些 Verification 這樣的一些動作 那包括像現在很多的一個 各國的政府 它也是在 努力說它的一些供應商 它必須得要 如果你要來照標 投標的話 你必須得要提供 你這個產品是低碳 比如說如果你做了一些 產品探索器的一個計算 一個一個證明 還證明說你這個 產品是 如你所所聲明的那個樣子 那現在比方說像日本的話 它是 發起像一個叫 International Green Procuring Network 這樣的一個機構 那這個機構的話 是把全世界 包括中國也加入了這個機構 它是鼓勵全球各個國家 它的一個政府的話 使用像一個所謂的叫 Low Carbon Procuring 就是低碳採扣的效應的方式 那所以這個的話呢 是 另外一大塊的話呢 是 可再生材料的一個領域證 這個也是我們 Green Marking 的要求之一 那現在越來越多的一些產品 我是使用了可降解材料的 我是使用了可再生材料的一些產品 那這個的話呢 也是 這個聲明的話 做得越來越多 但實際上這個產品 是不是真的如它所聲明的那樣子的話呢 也還是有大量的一些質疑 那這個質疑的話 來自很多方面 剛說 來自 NGO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呢 留意到現在有一個叫 中國也有一個叫 ITE 的這樣一個公眾機構 它是在不斷地去給很多的那些 品牌上去吐槽 說 你這個品牌上說 聲明說 我哪裡做得比較好 它就跳出來說 你實際上做的定義是那麼好 你要提供你那個 證明的那些材料 那這個是 NGO 那一款 那另外一大塊呢 是媒體 媒體包括像呢 應該我們在華南界裡 比較熟悉的一個媒體是南方周末 但南方周末的話呢 也是在每一年 他會推出一個所謂叫 考慮吧 那如果是 其實 漂綠這個詞的話 其實是一個國來品牌的 那其實這個來自英文的 Greenwashing 那現在也是越來越多的 越來越的品牌上 他說 我這個產品是綠色的 我這個品牌是綠色的 那其實它並不是這樣 所以就來自這個 Greenwashing 那個詞 那南方周末的話 他的店推出了 是一個 應該是運行 應該有兩三年了 所謂的這種漂綠吧 他就針對說 比方說 像 Phyllis 你說你這個產品是綠色的 我就找到你不綠色的地方 比方說 前幾年 Phyllis應該是有燈泡 他說他是那個 他說他是節能的 但實際上沒有消費者曝光說 其實那種東西 比那種 傳統的那些燈其實還更耗了 所以這個的話 就導致了 推動了這些媒體 來做這樣一些工作 那這個是剛剛講的NGO 媒體 其實政府的機構也是在做這樣一些工作 那當然在中國大陸 我們還沒有說 我們中國大陸這邊的政府 能做任何這方面的工作 但是 美國那邊 美國那邊也會叫FTC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所以如果是 有東西要出口去北美這樣一個客戶的話 可能要留意 那FTC這個機構的話呢 它順便是一個組織叫 Green Guide 那這個 Green Guide 它其實是一個縮寫 它主要就是說 關於如何在銷售 市場宣傳過程中使用綠色生命的指引 那根據這個 Green Guide 的話呢 它就要求說 如果你這個產品 你說你聲明在你包裝上 或你的Labor 說 我這個是綠色產品 像這種非常general這種詞的話呢 你不能亂使用 如果你說你這個是Ego 的一個產品 或者你是Green 產品的話 那你必須得要形容一個非常 substantial substantial 這樣一個詞 證明的一個材料 就是如果FTC要去查你的話 或者是有些東西要 challenge 你的話 你必須得要形容來說 我請我找到一個單方的機構 坐我一開始聽說 我這個是 我有度有害物質 我沒有超過九十一一樣 我的能耗可以達到 standoff 可以達到多少多少 可以提出這一系列的一個非常充足 或者是證據來證明說 你這個是Ego 或者是綠色的 那包括說像很多其他的一些 現在很多機構也在宣傳 所以我之前應該是叫Value 就是市場的一個電線 一些connector的一個 全球比較領先的一個製造商 他也是在三月份剛剛 申請說他使用第三方的機構 來verify 說他的產品裡面 是含有可再生材料 compostable chier rank 這樣的東西 那也是因為他為什麼使用第三方的 檢測機構來給他做這個 verification 或者 validation 也是因為剛剛提到的FTC 他推出了將於 regulation 基於這些法律法規的將於推動的話 是做出了這些努力 所以基本上的話呢 我這邊的話呢 法律法規這一塊就是這些 所以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 就我剛剛介紹的那些內容的話呢 有沒有一些問題 іт лю 解惱 解惱